各位弟兄姊妹,早安 再一次祝大家 在主裡新年快樂 常常滿有主的恩惠 在新的一年裡 常常抓住主 來過一年 我們發覺人生裡 有時候人生的路是不容易走的 我們中國人過新年 或者什麼民族都好 過新年的時候 總是說一些祝福的說話 就是說一些希望對方好的說話 對嗎? 但是在心裡我們就知道一件事 所說的這些說話 大多數不會兌現 是不是? 希望你今年 身體健康,好嗎? 好 對不兌現? 對 阿爹說對現,大家都笑一笑 就是我們慢慢發覺 最近在我們的弟兄組也好 在祈禱小組也好 就是祈禱完,吃飯,分享,聊天 我們開始談些什麼主題呢? 吃些什麼藥? 這些病要吃些什麼好? 這樣做運動才行的 我們當然希望一開始就是身體健康 但是我們知道到年底的時候 當我們歲數又增一歲的時候 怎麼樣? 健康和歲數永遠是 成一個反比 反方面的走向 歲數越高,健康怎麼樣? 相對差一點 不一定是很差的 不過會相對差了一點 我們大家到這個年齡都知道 不是年輕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們很健康 很有力,很強壯 但是現在慢慢地跟我說 身體健康 我也想 不過我知道到明年這個時候 我又不是這樣的樣子了 又再差了一點 是不是? 這個是事實 但是當我們人生開始生幾一年 這麼多祝願的時候 我們總是希望有這個祝願 這些願望能夠實現 是大家都想的 但我也很感謝神的一件事 在我們人世間的很多祝願裡 有時是去到一個限制 不過在聖經裡告訴我們 保羅最後祝福這段 《結束肥拉比書》的時候 說了一句什麼話? 他說原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上與你們同在 主恩常在 這個祝願是怎樣? 你發覺這個祝願是歷久常生 這個祝願應該每個一年 那是怎樣? 就越深入 你覺得嗎? 當我們信了耶穌日子 越來越久 不是了 我們剛剛信耶穌的時候 主有沒有恩典? 有恩典 主很愛我 主聽我祈禱 主保守我 幫助我解決難題 主很寶貴 但是我們發覺 我們發覺信耶穌到現在 信多幾十年的時候 我們走過這條天路 很多的崎嶇 很多的坎坷 很多的失敗 很多的軟弱 但到頭來我們說一句 主恩救用的時候 主恩滿我心的時候 你發覺這個感情 這個深度 是很不同的 是不是? 我們經常都說 即是未病過 你就不知道健康的寶貴 是不是? 同樣我們如果不是人生 有時候走很多的路 很困難的後面 或者很多的不知道的前面 很多的不知數的後面 但我們心裏 深深有一處 主恩救用 主的恩惠 上上與我同在 是一個我願意去到的環境 是一個我不願意去到的環境 是一個我願意面對的遭遇 是一個我不願意面對的遭遇 但是因為有主 有耶穌 有祂 和祂的恩典跟我一起 我這一生 就有心裏最深沉的滿足 是一個最真的滿足 而且這個每個一年 不會塵舊的 不會說不行的 日主月過日月發覺 是主的恩典 真是這樣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用這個經文 來結束肥立比書 但都給我看見一件很寶貴的功課 就是 其實在新年裏 我們祝願大家 就是不單是身體健康 我也想你身體健康 不單是心靈愉快 我也想你心靈愉快 不單是你今年又發財又發達 我也希望你發達 不過記得奉獻多些 大家的寶貴是什麼? 好希望我們在座每一位 包括我自己 在今年裏面 我們經歷主的恩典 更多 我們經歷主的恩典 更多 有什麼因素 有一個娛樂 有一個活動 他說我只是在耶穌裏面 我將自己放在耶穌裏面 我有一個大大的喜樂 這個喜樂 是肥立比書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我昨晚再讀一次 我再數一次 總共出現了十七次 講到喜樂 講到歡歡喜喜 講到快樂 十七次 肥立比書只有四張 每一張 起碼講四次 你回去數一下是不是十七次 如果有出就告訴我 可能我昨晚眼睛睛數錯了也不行 但是昨晚我數的時候 十七次 在保羅的經文裡 在一封書信裡 我們再講這句獄中書信 在保羅坐牢的時候 坐牢的時候 快樂晚 如果保羅在坐牢 又過新年的時候 他講什麼祝福的話 寶羅說 我靠主 大大的喜樂 一個講不進的 這個大大的意思就是 真是不知道怎麼描述好了 大大的喜樂 這個大大的喜樂 我相信不是保羅坐牢 寫一封信的時候 一邊說到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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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寶寶仔一樣 有人哄他玩 有人笑個怪的 有樣子 不是那種 他可能並沒有 在我牢的時候不是吃王家飯的 是靠你的親戚朋友送東西進來才能吃 保留是需要這些弟兄姊妹接濟他們的 去坐牢 但是那種快樂是什麼呢? 我們上一次到第三章的時候 保留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他說什麼? 我以耶穌基督為什麼? 自保 我為他雕氣萬事看著憤土 為了得著耶穌基督 為了以認識我的主耶穌基督 成為我的自保 耶穌是我的自保 換句話來說什麼? 現在就要坐在牢裡面 就算我沒有了一個自由 我的飲食沒有以前那麼好 坐在牢就算人家救濟給你有多好 難道差點大魚大肉嗎? 就算沒有了這些也好 我發覺一件事 如果我們有一個真正的快樂 就因為我可以永遠捉住我心裡最寶貴的一件事 那件事是拿不走的 這才是我們的快樂 是不是? 如果保羅說耶穌就是自保 耶穌在心裡最重要的位置 即使我坐在牢裡面 你可以奪走我的財寶嗎? 奪不走 你可以鎖住我 我可以沒得吃 我可以在飢餓 可以在貧窮 甚至她說我在卑戰裡面 不過怎麼樣? 你可以拿走我外面一切的東西 我身愛物 但是我心裡我以為最寶貴的 你拿得走嗎? 拿不走 難怪保羅可以這麼快樂 所以派門在今年裡 我們每一個都掌握 每一個都學習 我要過一個大大喜樂的生活 這個喜樂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是我生命裡的自保 我寧願用我其他一切 換這個自保 就像耶穌所說的一個尋找珍珠的比喻 買得到十三章 當牢發覺一個很名貴的珍珠的時候 怎麼樣? 他將所有東西都賣光 唯有得著 這就是保羅的情況 如果我得到耶穌 這就是我心裡最寶貝的 我不是說你什麼都丟掉 但是我們可以去到一個地步 學習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即使沒有那些也好 我知道我有耶穌 我知道無論如何也好 你也拿不走我這個耶穌 而且耶穌在我心裡 是一個很寶貝的位置 是一個大寶藏來的 是我永遠不去失去的 我有了他 我想起他 我想起耶穌 我想起我擁有這個寶藏 我就怎麼樣? 我就心裡滿足 心裡快樂 是一個大大的喜樂 不僅是因為有寶貴的耶穌 不論不加一句 我在主人大大喜樂的十節 因為你們現在又再想起我了 我正在用的是天道書樓的環球 新日本 他說因為你們現在又再想起我 其實你一早都想念我 不過沒什麼機會 保羅在這裡說我能夠大大的喜樂 不僅是因為有寶貴的耶穌 還有就是 我有一個很寶貴的 在耶穌基督裡的家庭 我有一群在主耶穌裡 我們只是滴得血埋的一群弟兄姊妹 我們剛才一起領受這個聖餐 就說明我們真的一起在耶穌基督的血 在耶穌基督的救贖 在耶穌基督的生命 在耶穌基督的身體裡 所以過不多前主第十章 幫我這麼說 當我領受這個餅的時候 這是一個餅 是一個身體 我領受的是一個杯 說明我們是合而為一的 保羅說我很開心 還在牢裡有喜樂 因為不僅是這位耶穌 你們拿不走 他永遠在我裡面是自保 我無論去什麼生活裡 我捉住這位耶穌 更加補貴是因為 我知道有一位弟兄姊妹 這班是我永恆的弟兄姊妹 直到天上 在耶穌基督的寶座面前 都是和我在一起 是主裡面的一家人 我知道 我們坐在牢裡 我不是孤單 我不是無助 我不是孤獨 而是有一班弟兄姊妹 你們又想念我 這是一個很寶貴的事 我們很鼓勵弟兄姊妹要去小組 我們很鼓勵弟兄姊妹要回來 一層互相守望 互相去代討 為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去到什麼難處裡 我們就覺得 只有我一個 沒有人幫 但其實不是 有的 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弟兄姊妹 現在 看到我們 禮拜三 教會有個祈禱事項 講到教會有很多事項 有很多弟兄姊妹需要的事情祈禱 所以都提一提 如果你想拿這個祈禱事項 很簡單的 你將你的電子郵件給我們的 教會的辦公室 給我們的秘書 可以放在這裡 逢是禮拜三 下午就送出來 希望你禮拜三找到祈禱會 但你真的來不了 你拿著那份名單 都可以 每天為教會的事 為教會的弟兄姊妹祈禱 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 是孤獨 單獨一個人 為主受苦 我們不會只是一個人在這裡 自己艱難的去掙扎 但我們要學習一件什麼事 容許弟兄姊妹走到我們身邊 成為我們的幫助 有時候我們見到 禮拜三祈禱會 我們才看到有些探飾 探飾是什麼呢 個個身體健康 要代求的那些 都是絕症、癌症的那些 其他有些 有些弟兄姊妹 牧師我也是不舒服 有些少許不舒服 不過幾聲咳嗽而已 有些少許不舒服而已 不好意思 死進去 不是那些那麼嚴重 其實這個態度不是很好 無論大小的困難 我們都需要容許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 為我們祈禱 彼此來守望 有些弟兄姊妹 更是過個難處的時候 一個人都不說不說 說完之後 過了才告訴我們 其實我經過什麼什麼 我心裡的嘆息就是 為何不早些讓我們知道 我們不一定有辦法幫到你 我們不一定知道怎樣幫你 不過 我們可以和你一起走 我們可以和你走過這條的路 這是很重要的 在主裡的弟兄姊妹的 一種生命的關係 寶貝說我能夠大大的喜樂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 因為有主是我的寶貝 另一方面 我有一個寶貴屬寧的家庭 有這樣的弟兄姊妹 我知道他們會想念我 他們在想念我 他們說以前沒有什麼機會 但其實這間教會 我們看到 是盡了他的能力 這就是寶貝幫助 所以寶貝說 我能夠知足 能夠尚上的快樂 因為有主的恩典 為什麼有主的恩典 因為第一 我靠主 無論在什麼環境裡面 我可以大大的喜樂 第二方面 寶貝說什麼呢 由第十一節開始 當寶貝說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 因為主是我的寶貝 另一方面 是因為 我知道你們搞定想念我們 都是這樣寫的時候 寶貝可能來到一個 爭執一個矛盾 其實有些教經家 對於這段經文 有些不容易的 有些不同角度的解釋 他說如果一封 多謝教會 來供應需要的信 沒理由將多謝的信 放在最後 應該是從最初來寫的 應該是從最初來寫的 寫的 因為你寫上要寫給一間教會 應該首先是 多謝你給我這麼多供應 然後再寫下去 不是 寶貝就放在最後 但其實我們相信 這個後面的最重要是什麼呢 寶貝就一方面 就是要多謝這間教會 但一方面讓弟兄姊妹知道 一件事 原來我們都在過程裡面 我們正在學習信靠主裡 在主裡帶給我們的真正的滿足 但我們又實際知道 在主裡給我們的真正的滿足是怎樣 很多時候是透過弟兄姊妹 在生活上 在物質上 彼此的供應 彼此的照顧 這兩方面分不開 所以寶貝在這方面 都會提到 他說我一轉大就起來 因為你又想起我了 但寶貝的時候 又提一句 第二首一轉就說 我不是因為缺乏 我不是因為不夠 不是因為我沒有 我才會說這句說話 寶貝時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在生命裡面的一件事 就是說 當我們在人生的路途裡面 在人生歷程裡面 我們需要學習一樣的東西 就是 無論什麼環境 我都要知足 我都要能夠勝任有餘 寶貝在這裏說的是什麼呢 他說我不是因為缺乏 才會這樣說 我學會了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 都可以知足 我只要怎樣處於卑賤 只要怎樣處於富裕 我得了秘訣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或是飽足或是飢餓 或是富裕或是缺乏 我都可以知足 我靠著那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然而你們分擔了我的患難 實在是好的 寶貝在這裏說的是 我其實學會了一個功課 這個學會這個詞 在《新約聖經》裡面 是在這裏唯一一次出現的 學會了這個秘訣 在新約其他地方 沒有再出現過這個詞 這只是說到 寶羅在實際生活的操練裡 竟然要學習到一個功課 學習到什麼功課呢 這個功課是要經常來練習的 不是說我們想就可以了 我都希望在什麼環境裡 我都滿足 我都可以過得到 不是我們想的 我們真的要容許自己 進入體會不同的環境 這樣來掌握那個技巧 是不容易 很不容易 但又要實際地去操練 自己不單有一個心想去 是容許自己去到這樣的過程 他說我要學習什麼呢 他說我知道如何處於卑賤 又知道如何處於婦孺 這個卑賤這個字 就是前面第二章說到 耶穌基督虛記 耶穌基督我不以神同等為強奪的 我不堅持著我是神的尊貴的身份 而不放下 不是 我放下了 反到虛記 成為奴布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式 這個虛記就是這裏 卑賤這個字 就是這個圖畫 就是我學習到這個卑賤 就是我願意降低我自己的身份 我願意 就是別人沒有看我應該有那個地位 別人看低我的時候 我願意將自己放在一個 不是覺得自己應該這麼高的位置 我願意放低 一種的環境裡面 我都願意 明白我的意思嗎 在保羅 保羅說過前面我讀過經文 他有什麼叫威水史 我是猶太之派 是辯雅民之派的人 我是純宗的猶太人 我是法利賽人 我是加馬列門下授教 這是當時的 第一世紀的哲學家 很出名的老師 跟著這個大師出身 是數他的頭銜 數他的地位 數他的名片的名字 哇 牌很多的 但是我當日不是用這個 這麼崇高的 這麼尊貴的身份看他 現在你這樣等 我們想一下這個落差真是 很大的 是不是 這個落差很大 我們慢慢有時覺得來到美國 有時沒有習慣那些小孩 我們的子女叫我們 在香港叫爸爸是必供必敬的 是不是 來到這裡 你兒子女可能搭著你的肩膊 也不是叫你爸爸 叫你的名字 你受不受得到 受不受得到 也算是受吧 沒有孩子來了美國 但是你總是覺得 我爸爸的尊榮 那個地位 是不是 有時你發覺去到那個環境 人家不尊重你 沒有看起你 你會覺得怎麼樣 受不受得住 沒有人說我學會 你不用當我是一個博學的人 雖然我跟加瑪利學習 你不用我覺得有什麼崇高社會地位 雖然我是法理賽人是最上級的 我說道德行為是最好的 你看下我 沒問題 怎麼處於豐富 我們就知道了 我所謂保羅的出身 可能都是不錯的家境 但一個出身到這麼豐富的家庭 一身有份地位的人 現在來要接受其他人的幫助 愛心地幫助 這個好聽的說話 不好聽的說話叫做接濟 你覺得怎麼樣 我記得神學院我們畢業的時候 老師教我們 他說你們畢業了 你們做神學生了 出來做傳導人 你一定要學會一個 去給出恩典的功課 去給人 供應人的需要 這個也不容易 因為一般傳導人的生活水準 都不是太富裕 要給人 我也剛剛救了 但老師說 你給 可能你覺得不容易 但其實感謝神 今天我們傳導人 都不算是最低收入的那一群 都可以救生活 又可以再給人 很感謝神 每年一報稅看 今年又給了那麼多 感謝神 對嗎 但你更加學的恩典就是 接受愧送 接受愧贈的恩典 這是很難學的 當別人給你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你真的接受愧贈的恩典 你真的要接受我嗎 你真的要我很窮 你真的要我買不起嗎 你幹嘛給我 是不是 他說我們的心態一定要調整 調整 保羅在這裡 正在調整 保羅說 我無論在 非賤貧窮 在富足 在有飽足缺乏 我都可以 可以自足 這個自足是否 就是 其實 就算 在有需要的下方 你不給我 我都可以自足 我都過得到 我操練我自己 無論是一個比較舒坦的環境 比較豐足的環境 或者是一個很缺乏的環境 我都可以過得到 所以我們鼓勵 弟兄姊妹要去短孫 就是這個意思 我弟兄姊妹不敢去短孫 或者去一些豪華團的短孫 我們一說去到某個地方 大家就擔心 哇 那裡 那些洗手間不知道怎樣 真的 真的很難受 我們去到學習怎樣 忍著呼吸進去 立即衝進去解決 就出來 弟兄的容易就快手一點 姐妹真的很淒涼 我見過一個 簡直是要 忍著呼吸 找一塊毛巾 包著 紮住鼻子 衝進去 因為是姐妹嘛 衝進去 然後出來 立即解開 嘩 好像進去斷了氣 嘩 真是 但當你再出入幾次 經歷過 是這樣的 你住他的房間 就是這樣的 經常有一股味道 是這樣的 你就發覺 你今天可以在什麼環境都住 這是要練習 但保羅說 我的滿足就是 其實就算我沒有這些 今天覺得豪華的東西 今天覺得令我滿足的東西 或者今天我必須有的東西 其實今天我們在一個 中產階級或以上的社會環境裏面 今天我們覺得需要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你看一看 不是需要的 今天我們以為必須的東西 其實在很多地方 是Deluxe的 是豪華的東西 我不是叫你 今天都丟掉它 再說 但我們可否讓自己 適應得到 你不讓我 我滿足 我沒有 我滿足 但我有呢 我又滿足 但保羅說 當我想起你們的時候 知道你們想起我的時候 我不是說 嘩 待會他又送禮物給我 待會他又送什麼給我 所以我滿足 不是 他說我已經學會了 就算我沒有的都可以 所以你不給我 沒問題 不是需要 不過如果你給的時候 你有供應的時候 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什麼 下面就說 這個是一個 一個輕鄉的祭物 一個輕鄉的祭物 所以保羅在自己的心態裡 一國三條整 就是我願意在一年裡 我靠著耶穌 靠著耶穌 無論在風俗 或者貧乏 或者被人欣賞 無論在什麼狀態下 靠著那家給我的力量 靠著那家給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 即是說 一子又變一樣 一子又變那樣 沒有什麼 必然有一個金出來 必然有一個銀出來 不是那種 而是靠著耶穌 我無論什麼事情 什麼環境 凡事 這個字在這裡 其實是一個詞句 一個連接詞 可以代表了 無論什麼事情 但是什麼環境 面對什麼人 那些人是看我悲戰的 那些人是看我風俗的 他的眼光對我怎樣也好 我都能凡事能作 我能夠勝任有餘 我能夠處變不驚 我能在這個環境裡 我仍然很自愈的 很快樂的來生活 因為你無論看起我 看起我也好 你不看起我也好 我裡面的寶貝你拿不走 我還有一群弟兄姊妹支持我 就是這樣的心態 然後他就說 靠著耶穌 弟兄姊妹的禮物怎樣 第十五節開始 其實肥勒比姊弟兄姊妹 你們都知道 在我傳福音的初期 我離開馬其頓 歐洲這個地方的時候 除了你們之外 沒有收過任何教會的供給 我一貼上來家的時候 你一而再將我所需用的送來 我不是求禮物 即是求你們的果子不斷地增加 歸在你們的帳上 你們所送的我都全數收到了 而且卓卓有餘 我已經足夠了 因為從以不忽地收到你們所送的 好似輕香之氣 是神所接納所喜悅的祭物 我的神一定在照耶穌基督裡 豐富滿足你們一切的需要 保羅又看 當這個教會 保羅說 我沒有收其他教會的支持 哥林多教會在 哥林多前書第九章 保羅對哥林多說 你們的愧疾我不收 因為哥林多教會根本不信任保羅 但其實當你們要支持 教會的 客福音養生的教會的傳導人 那些宣教士是應該的 在哥林多前書第九章 也是這樣說 但保羅說我沒有收你們 那些教會不信任 但肥立基教會 保羅說你一而再供應我 我之前說過 他拍過代表耶穌基督 來將這些捐贈 打來給保羅的時候 耶穌基督到的地步 他自己也病了 好了 我明白你們的愛心 我知了你們的愛心 這是第十四節 他說你們和我一起分擔我的患難 你們同受苦難 這個同 這個字就是我願意 參與在你們的患難 保羅坐牢 我們實在見到 主使用你們的祝福 我們當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時候 好幾個家庭 很多弟兄姊妹簽名 隔天的 輪流的 把飯送送給他們 我們看到那些簽名的時候 看到那些家庭得到你們的愛心的時候 我們為你們很感恩 為了這個時工很感恩 因為他們就是分擔 參與在弟兄姊妹遇到的困難 但有時候不一定是落到困難 我們日常都可以學習彼此的供應 彼此的支持 我們今天不一定在經濟金錢上 很多的需要 當然有些人有 但更多人不一定是那方面 很多人在心靈裡很孤單 有些人在夫婦的關係難處裡 他需要有人去聽 不是你教他怎麼做 他借著耳朵給他聽就行了 很多人在教子女之間 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難處 我們可以去參與 去分享 同受這些的困難 很多人說這些 我盼望的事情 我不是看到你的禮物 我就開心 你是說這些禮物 這些的支持 這些愛心的供應 是什麼 這些好像成為你們的一個果子 能夠不斷的增加 這個就好像你投資的裡面 不斷的產生利潤 不斷的產生花紅 不斷的能夠增值 而且這些 保羅說 其實是一個 輕鄉的制 弟兄姊妹 原來當我們肯拿出來 去愛 去關心 去支持的時候 不光是我們教會裡面的需要 我們很多宣教士的需要 我們還有外面很多的機構 很多慈善的團體 他們是需要 當然你有智慧去處理 但是這些可以成為一個 輕鄉的制 保羅說我看見的時候 這些是一個輕鄉的制 是蒙神月立的 換句話說 獻上一個蒙神月立的制 這就是一個敬拜 原來當我們發自我們的內心 願意靠著耶穌去給人 供應人需要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敬拜 然後在保羅最後 他就說在主裡面 我們彼此的文案 保羅在問候第21節 問候基督裡面 各位聖徒的安 與我一齊的弟兄們 都問你們的安 中聖徒 特別是海災家裡面的人 這個不是一定是海災皇帝的家人 而是在海災皇宮裡面 在宮廷裡面 來做工作的那幫基督徒 保羅說我問候你們 原子耶穌基督的恩惠 上與也同在 這個是在主裡面彼此的文案 其實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整段經文打來就是 不僅是耶穌 不僅是耶穌使得我們能夠知足上郎 更加是一群的弟兄姊妹 一群與我彼此相愛 彼此扶持 能夠幫我們撐下去的 一群的弟兄姊妹 在主的裡面 我們一起在主的裡面 靠著耶穌 所以彼此前面一年 我們一方面學會依靠耶穌基督 另一方面 好好珍惜 好好發揮 好好享受 我們主裡面的 這群弟兄姊妹的關係 那種的情義 我們再說 我們今天不一定是需要 很多物質上的愧送 當然仍然有弟兄姊妹有需要 我們現在學會 在心靈裡面的 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扶持 所以我們在弟兄祖 我們一個月又一次 整班弟兄禮拜五之後回來 就一起祈禱 我們覺得我們需要這種 在弟兄裡面的互相扶持 我們會有祈禱 希望Ruantai Hasdanai Govina 那群弟兄姊妹可以走在一起 一起祈禱 我們覺得沒有什麼節目 沒有什麼查經 沒有什麼讀書 我們就一起祈禱 我們覺得我們需要這種關係 在弟兄姊妹去到你禮拜五晚 或者禮拜六不同的小組 那裡有弟兄姊妹可以跟你在一起 以致你真是知道 原來當弟兄姊妹的愛包圍著我的時候 我就真是知道我在主的裡面 我們一起祈禱 多謝主耶穌給我們 好寶貴的恩典 就是我們可以上上的依靠你 我們可以靠著耶穌來走我們人生的路 大家寶貴 不單靠著耶穌不是我們孤身一日 也是主要你就在我們身邊 有這群這麼寶貴 這麼可愛 分享同一個生命 分享同一個救恩 分享同一個祝福的一群弟兄姊妹 我們可以一起 來互相支持 一起以擁有對方 成為我們一個知足常樂的根據 多謝主耶穌 求主就讓我們這一年 我們學會珍惜這個關係 即使是與你的關係 即使是與弟兄姊妹的關係 即使是在教會生活裡面的關係 多謝主耶穌 聽我們其他奉義 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